3月初警察部的丙丁部门应变部队 被调派到武安局的抗疫特选队 负责统筹和成立管理两个社区隔离设施 包括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人工岛的社区隔离设施 以及粉岭马息路社区隔离设施 虽然工作性质不同 但关怀市民的使命是不变的 在这里工作与我日常的警务工作是有不同 警察的日常工作是防止及侵查罪案 以及保障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而在这里我最主要的责任 就是要照顾一班入住我们这个隔离设施的入住人士 我负责就是在这个社区隔离设施的一个主管 带领着我的同事去管理这个社区隔离设施的一切运作 举个例子 如果我回祖坚 我一开工回来 我首先就会去到我们的指挥中心了解一下 之前一天有什么特别事件发生 以及当时入住的情况等等 了解了之后我们正式接監 我便会安排我的同事去负责接听热线 物流部等等 我们要提供一个舒适和安全的环境给他们休养 以及要照顾他们的善食需要 我们每一次在派饭之前 为了保障食物的质素和食物安全的问题 所以我们一定会将他们的良温度和磅重 我们这里的管理理念就是以人为本 以小区管理 我们最希望做到的就是可以令到每一位入住的人士 都可以安心地度过隔离设施的日子 以及可以健康地离开隔离设施 回到家里和家人团聚 其实我们在我们现在的港珠澳隔离设施 所驻守的同事都是来自警察部 都受过严格训练 他们的前线工作经验都是很丰富的 亦都有很高的应变能力 完全是可以处理到任何的突发事件 我们都是本着大家一条心 都是希望为香港的疫情出一分力 所以大家都很快可以磨合到 亦都合作愉快的 自己都很高涨的 因为大家都是本着以人为本 这个精神去服务市民 我都很庆幸我自己有机会 可以参与到香港的抗疫工作 成为一分子 难忘的时候 有一件事令到我都很开心的 就是有一天的早上 我当值早间 我们以前的同事接到一个男士的来电 他就说因为他妈妈之前一天 就入住了我们这个隔离设施 当日他的外容也都染疫 也都被送到我们这个隔离设施 男士就希望我们可以 将他妈妈和外容安排在同一间房 在我们翻查了相关的资料之后 我们也都很快可以 将外容和这个婆婆安排在同一间房 让他们可以互相照顾 有个照应 其后男士也都给电话我们 感谢我们的帮忙 我们都觉得很开心和很欣慰 我们的努力是没有白费的 受到他们的赞赏 还有我们可以做到 真是以人为本的一个理念 我家人知道我在这里帮忙 他们没有怨言 他们都很支持 因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 和很值得做的工作 当然我希望每个市民都可以 跟我们一样 出分力 令到香港的疫情 可以快点减退 可以重新过正常生活 只要大家一条心 香港人一条心 疫情一定会退却